一个联邦法官刚刚下了一个判决 要求一个女人要赔偿29万8千元美金 因为这个女的烧毁了一间 在Wyoming即将开幕的全套堕胎服务中心的诊所 根据报道 这个女士已经进监狱了 会要进监狱5年 复兴5年 因为她在2022年的时候 烧毁了一间原本即将开幕的堕胎诊所 导致这整个诊所 因为这个暴力的保守派 支持生命的女人 往开幕了将近一年多 我们现在这里先暂停一下 这个是这个女英雄的照片 我们把它放在旁边 她叫做Laura Green 在Wyoming 她的罪名是烧毁一间即将开幕的全套服务堕胎中心 这里我希望大家可以注意在这一段话上面 即将开幕的 所以我们可以叫那个东西叫做堕胎中心吗 堕胎诊所吗 我们可以说那是一栋建筑物吗 这个是个人造的东西 还没有开幕 只是即将开幕 还不是一个堕胎中心 各位不认为说 我们应该要用这栋建筑物的开发 以及建造的过程 来定这个女生犯的罪吗 来定义这个女生的罪行吗 该有的罪行吗 我们要讨论的不应该是自动建筑物到底是什么吗 这里我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想一下 我在这里并不是在说 那栋建筑物不会有一天变成一个堕胎诊所 OK 自动建筑物成为堕胎中心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但是在堕胎中心开幕之前 其实都只是一堆砖块水泥还有钢筋而已 在完成之前 我们并不能说这是一栋建筑物 或者是一个堕胎中心 最多只能说它是一个工地而已 都只是一堆砖头 还有水泥还有钢筋而已 就是说当它把这个地方烧毁的时候 它烧毁的并不是一个堕胎中心 只是一堆砖块水泥钢筋而已 那在这边赔偿30万 外加上5年的有期徒刑 只因为它毁了一堆砖块跟水泥 不是有点过重吗 不是应该是没罪的吗 现在在美国有罪犯 就算杀了人也不会被判到5年的有期徒刑 我个人认为摧毁一堆砖块水泥 应该不能算是犯法吧 你现在去把一堆砖块砸烂 oh well只要没砸到人的话 就不会怎么样不是吗 如果大家听得懂我在暗示什么的话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观众 应该都听得懂我在讲什么 很多人会不同意我这个样子的比喻 会说这个能比喻吗 稍毁还没有开门的堕胎中心 跟女人去堕胎 能摆在一起比较吗 当一个女人去堕胎的时候 那个是女人做的决定 那是她决定自己要献祭自己的孩子的生命 给摩洛给巴黎 这是他们自愿的 这个是她的权利是女权 但是这个保守派的女人 烧掉这栋建筑物 是别人的资产 别人的财产 她没有权利去烧毁 那个就不是她的 她也就没有权利 我了解这两个的不同 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问的问题就是 人类可不可以当成私有财产 人类可以成为其他人的所有物吗 民主党认为可以 建国的时候他们就认为可以 所以他们把奴役制度写在了宪法里面 南北内战的时候 他们认为有些人就是低等的 就可以是所有物 而且可以用肤色来断定 所以就这个样子 为了邪恶的东西 打了一场美国的内战 现在他们还是一样 认为说人命是财产 女人想要杀死就可以杀死 女人只要想杀死肚子里的孩子 就可以随时杀死 这个是非常邪恶 非常愚蠢 讲到美国的愚蠢 OK 美国蠢蛋 American Idiot 我们就来看一下下一个新闻 今年跨年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在哪里 我在山上参加一个教会的特会 有很多得着 但是我的发现就是 我的得着基本上很少是来自讲员 我真的是在那个地方敬拜 祷告 读圣经 真的想要经历神 才会有得着 真的 智慧 神的大能是在圣经里面的 不要追着特会跑 不要追着讲员跑 不要只看AI news 看新闻的时候 要回去找圣经的reference 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喜乐 不然真的会变成一个弱智 那为什么会提到弱智呢 这个东西我说出来 我们的观众会说 我说脏话 不是一个基督徒 敌基督的这个词句 因为在跨年的时候 Green Day这个乐团 我小时候很喜欢 我当时弹吉他 就是为了要弹他们的歌 大概差不多2000年 2002年的时候吧 我还是高中生的时候 那他们今年在跨年的时候 跨年晚会上面 弹了一首他们最红的歌 叫做American Idiot 中文的翻译叫做美式笨瓜 但是在这个新的版本上面 他们改了他们的歌词 来攻击MAGA的支持者 那各位听到了吗 OK MAGA agenda MAGA议程的这个计划 那这个策略某层面上是好的吧 因为自从我高中毕业之后 我第一次听到 美国大众有人在讨论Green Day这个乐团 很多人会感到很意外 因为Punk Rock 龐克摇滚这个东西 其实一直以来都有点 右派 OK 有点反政府 反极权 有点奋事技术的感觉吧 我很难把音乐归类成什么样的定义 或者是意识形态 总而言之 Punk Rock这个音乐风格 就是比较不是那种爱来爱去 或是饶舌歌手 歌曲那种 就是一直在吹捧 自我吹捧那种反社会 Punk Rock就是比较奋事技术 OK 男生画眼线 但是又不是视觉系的那种东西 那Green Day这个乐团 本身就一直都是很左派的 他们的Logo就是一个手 拿着一个爱心的手榴弹 基本上看起来有点像 纳粹的集会那种感觉 或许是我太敏感 但是我知道 那个时候整个美国就开始往左转 特别是娱乐方面 娱乐圈 环保啊 节能减碳啊 女权啊 同性婚姻啊 当然Green Day也是其中一个 那那一段刚刚原本的歌词是 Well maybe I'm a faggot America I'm not of a redneck agenda Now everybody do the propaganda and sing along the age of paranoia 就是或许我是美国的同性恋吧 我没参与在红脖子的议程 现在每个人都在那边发政治文宣 在一个受害者心态的时代高唱 这些被害妄想症的歌曲 然后他们就把redneck OK 红脖子这些人 改成MAGA 川普支持者 MAGA agenda 那这其实还好 因为左派基本上就认定 MAGA就是红脖子 就就是redneck 所以根本没什么差别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些歌词到底在说什么 Don't wanna be an American idiot OK 不想成为一个美国大白痴 Don't wanna stay controlled by the media 不想要活在一个 生活在一个 被新闻媒体控制的一个国家里面 Can you hear the sound of hysteria 你可以听到歇斯底里的声音吗 The supplemental mindfuck America 在潜意识里高度兴奋的美国 Green Day没有改变 它还是在攻击保守派 还是在攻击共和党 还是在攻击西方的文明 攻击共和党的总统 一直以来都是这个样子 但是时代不一样了 情况也不一样了 这个歌你摆在2004年的时候唱 跟在2024年的时候唱 内容其实是差非常非常多的 在2024年的时候唱 感觉是非常愚蠢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2003年到2004年的时候 Green Day可以伪装成很反政府 好像自己是个自由斗士 你看George W. Bush 这个小布希 这个共和党的总统 他在美国掌权 然后呢 他要来掌管世界 OK 创造出一个警察社会 George W. Bush 跟共和党掌控的所有主流媒体 福克斯新闻 然后保守派 基督教 仔细想一想的话 就是当时的美国 真的是万众一心的 就是所有的主流媒体 都在支持布希的 小布希的伊拉克战争 CNN NBC MSNBC 纽约时报 他们不一定支持小布希这个人 这个总统 但是当时所有的媒体 都是支持伊拉克战争的 所以Green Day在这边唱那个歌的时候 他们说的是合理的 他们反战争 反政府 反媒体 是现在 在2024年 有人会相信 我们 OK 保守派 基督徒 右派 是 掌控着 美国的媒体吗 OK One Nation controlled by the media OK 一个被媒体控制的国家 各位有感觉 我们的 媒体是被右派所控制的吗 是这个样子吗 右派媒体 几乎都是被禁言的 都是被封锁的 目前世界上只有一个媒体 OK 右派的声音是没有被封锁的 Twitter 现在叫做X 你或许可以说是Rumble 也算是在里面 但是 根本就没有人有Rumble的账号 那歌词上面还会讲说就是 Information Age of Hysteria 歇斯底里的资讯时代 现在这些 歇斯底里 是来自右派吗 是我们在那边说男人可以去女人的更衣室 如果不让这些心理变态进去的话 我们就在压迫他们吗 是我们在这边 歇斯底里受害者心态的说 国家边境就是在压迫人 如果不让人走线 或者是非法移民的这个名义 来侵略我们国家 就是在压迫人吗 我们有歇斯底里的说 OK 男人不应该进女生的厕所耶 女生更衣室耶 非法移民也是人啊 但是 You know 还是其实是左派 现在在这边歇斯底里 在那边说 川普是希特勒升级版 OK 希特勒2.0 希特勒2.0 然后我们要把他从 他的名字从选票上去除 只有废除公平的选举 才可以拯救民主 到底是哪一边在歇斯底里 还有最后一句 Calling out idiot America 大声的喊出那些智障美国 没有错 很多美国人是智障 有些美国人是智障 智障到什么程度呢 他们连男人跟女人都分不清楚 男孩跟女孩都分不清楚 那我已经认罪悔改了 OK 所有说别人的笨 愚蠢 智障 白痴 弱智的东西 我都用 no ni no koru 来代替 所以我这一次真的是 一个牺牲自己形象的身份 来讲这个东西的 我知道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 所以这些 no ni no koru 是无法避免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称呼一个 美国的思想 美国的一群人 说他们是 Idiot American idiot 智障的话 你会认为哪一边是智障 一边是在说 嘿 这个世界上有对有错 你不用信基督教 但是 男人就是男人 女人就是女人 OK 我们要活得跟正常人一样 We have to be normal 还是 另外一边认为说 男人只要口里相信 OK 心里承认 他就可以是个女人啦 Green Day 过了二十几年 没有任何的改变 当我们看到一个人 他的智商停留在二十年前 没有任何成长的时候 我们感到的是很难过的 如果人会进步 如果说我们要革新 进步 这些政治人物 娱乐圈 真的有在进步的话 阿们现在就不会看起来 这么的愚蠢 这么可笑 改变的是我们的政治 我们的生活 跟我们的思想 就连左派都已经在上掌权了 他们已经掌握了媒体 新闻 文化 教育的情况下 他们还是跟Green Day 唱的一样 认为自己是受害者 认为自己在被压迫 而且感觉其他的人 全部都是American Idiot 就跟一开始提到 这个女生被关五年一样 他们边说 怀孕的小孩还不是小孩 只是一堆 Clump of cells 只是一堆细胞在那个地方而已 但是 同时又要把这个女生关五年 因为她烧毁了一间 还没有开幕的堕胎诊所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